魚子醬的自動販賣機 意想不到的結婚戒指 Tiffany的招牌的香水 三千萬觀看書的生奶油 竟然有著高級和牛 宮崎牛的扭蛋 哇 我們奢華自動販賣機的豪華晚餐終於完成了 大家好 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毛伯 我是偉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我們以前自動販賣機過一天的影片呢 我跟你講 我們那天不是吃了很多什麼泡麵 香蕉的 我跟你講 那個都low掉了 那我們這次要帶大家就來試試看奢華的自動販賣機 奢華的自動販賣機也是可以過一天喔 耶 今天的第一站我們來到府中市場 距離新速大約50分鐘的車程 要來尋找冷凍壽司自動販賣機 那喂 那我們上次拍的自動販賣機的特輯 讓你最印象深刻的自動販賣機是哪一個呢 我上次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那個 吉祥是不是有一個什麼死神米果那個東西嗎 那這個草 對對對 那個辣度是真的是 不是開玩笑 但我覺得 比較特別的點是說 為什麼要特別搞一個販賣機 然後賣這個東西 對啊 為什麼要就是這樣punish人 對不對 那你上次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最有特徵應該是香蕉自動販賣機吧 就這麼容易壞掉的東西 這樣也可以壞自動販賣機 沒關係 那個香蕉真的還蠻好吃的 好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府中市場這邊有一個算是大型的販賣零售市場 然後它這裡呢有幾台蠻特別的自動販賣機 然後我們現在要買這個 就是有點類似紅酒燉牛肉的料理 那這個自動販賣機裡面竟然也有賣飽人機 所以我們可以買完之後 如果要過一段時間再吃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這樣子 把飽人機丟進去 就可以確保它的溫度都是冷的喔 這裡有賣 穴子魚的生魚片的自動販賣機 好 我們今天來有點可惜 就是這個自動販賣機已經賣完了 不過其實事先就有想過說 確實因為自動販賣機流動還蠻快的 那很多東西就是 就是季節性更替很快的啊 之後大家如果有機會來的話 也可以看看這邊換了什麼新的商品 可以買買看 雖然我們第一站的冷凍壽司沒有買到 只買到紅酒燉牛肉 但我們還有更有趣的自動販賣機 跟結婚有關的喔 猜猜看吧 那我們就去試去吧 Go Go 那我們走去車站的路上 居然發現農家產品的自動販賣機 然後這其實它旁邊就是一個 就是農場吧 然後那個農場裡面 就種植各種不同的水果蔬菜 那我們去買買看就是蕃茄的自動販賣機 所以是按一下 哇 哇 耶 耶 耶 Fresh out of the farm 而且這樣才200塊日幣 感覺就是超乾淨超好吃的 我們現在馬上就來試吃這個 從農園摘出來新鮮直送的小蕃茄自動販賣機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很甜很新鮮 太棒了 耶 耶 好啦我們現在到哪裡了呢 我們現在來到圓宿車站啦 但是我們剛剛坐了一點車肚子有點餓咧 那我現在就帶你去吃 帶你去喝一個王莓果汁 Oh let's go let's go The Label Fruit的販賣機 會在圓宿站走入五分鐘的巷子裡 還有自己的店面喔 掃門口的QR Code到網頁點餐 從果汁口味奶的種類甜度水果配料到姓名 包裝顏色花樣都可以客製化 我們點完後是1026日幣在網頁刷卡結帳 製作需要半小時會提供指定的時段 再回來憑QR Code取餐即可 我們的奢華自動販賣機這一站呢 來到了購物的行程 這邊呢是在圓宿貓結的TIFANY & CODE 一個店家 那他的門口就有一個自動販賣機 裡面販賣的呢 就是TIFANY的招牌的香水 有各式各樣的口味 好那因為他實在太過奢華 他需要八千到一萬五不等 所以我們這邊就只是介紹給大家 那如果你很想要買香水的人 那可以來這邊快速的買一下 對我們不是9man說買不起對不對 希望奢華香水vs便宜香水啦 對好 大家應該很常見可惡可樂的自動販賣機吧 帶我們來大家喝喝看這個伊良可樂 然後是比較用天然的方式調配 一瓶呢也是450塊日幣 真的非常的奢華 我們來喝喝看吧 這伊良可樂我其實大概喝了十幾二十次吧 它就有那種淡淡的 可能是有那種薑的味道 真的喝起來很天然很好喝 嗯 我的伊良可樂出體驗了 它的有一點點像沙士糖的感覺 然後偏酸 可是它又不是沙士的味道 也有一點像金家艾滷的感覺 對對對我覺得還蠻有特色的 好那我們現在用這個QR Code 來領取我們的王莓果汁 嗯 好啦這個已經完成了 這就是我剛剛挑選的草莓加貝 然後牛奶口味的果汁 我們現在試喝看看 開動囉 沒有我要講解一下 因為它非常濃郁就是 它裡面的果肉很多 然後奶跟就是它喝起來有點像奶昔 嗯對但其實我覺得它沒有我想像中的甜 就是吃喝的下去 然後口味還不錯 就是草莓牛奶其實 那我們自動販賣機的形成啊 除了吃吃喝喝也外當然也要購物啦 所以我們來看看這個 男性化妝品的自動販賣機 那我什麼東西 哇那真的一台機器可以買很多東西 像描錯這什麼洗臉的啊 然後這個 什麼 然後這看起來是像髮膠一樣的東西 然後大家應該可以點進去 可以看到它一些使用的方式之類的 還不錯 在澀谷造成話題 總共有三千萬人次觀看的 這個生奶油的自動販賣機 居然色鬼109 好三千萬觀看的生奶油 還蠻好吃的 說真的嗎 說真的蠻好吃 它就是 不是像你平常蛋糕上那種奶油 那麼膩 然後它的 質地 質地 會更 應該說 更 firm一點 完了我中文好爛 更 堅硬一點 對對對 就是沒有那麼鬆軟 然後 甜度的話我覺得也還蠻適中 然後重點是很香 那個奶香味很棒 那下面還有蛋糕喔 哇 好 接下來呢 一樣是在澀谷的Mark City這邊呢 也有一個之前在SNS上 一樣造成話題的 罐裝奶油蛋糕的自動販賣機 好可愛 好可愛 這剛剛我們那個生奶油蛋糕 是不是同一家企業是不是 有可能喔 對啊 其實就真的跟在蛋糕店吃到蛋糕等級一樣 它會放那個 這麼多草莓啊 然後把它裝在這邊 然後賣一個賣980塊日幣 那應該就是天天去補貨然後現做這樣子 還不錯 好的 我們的購物行程呢 來到了北參道的JAM Homemade 然後它這邊的那個自動販賣機真的超強 是你意想不到的結婚戒指 JAM Homemade是創立於東京的飾品品牌 為了慶祝創立20週年 推出這台24小時的戒指販賣機 如果你突然想結婚 又剛好如果有東京的北參道 就可以來這邊買戒指啦 售價是9900日幣 好我們現在來到了 新宿三丁木的無印良品啦 那相信應該喜歡無印良品的人還蠻多的 但是你知道嗎 它有自動販賣機喔 如果你喜歡無印良品 而且又在非營業時間過來的話 可以來這邊看看它 有一些食物啊 雜貨啊 日用品等等的 應該蠻有趣的 好我們現在來買一個餅乾 吃吃看 先選我要左邊這台一號機 初號機 好然後選一號的餅乾 夠入 夠入 現在在新宿車站裡面啊 那我們剛剛 因為剛結完婚嘛 要慶祝一下 所以呢就買這個花的自動販賣機 搭配今天的婚戒 這個奢華之旅就是整個 非常的完美了 那順便提一下 它這個花大概700到500塊 其實我覺得也不算貴 那這家咖啡自動販賣機 跟一般的咖啡自動販賣機 不太一樣 你是要在APP上面去點之後呢 然後付款之後 大概等了十幾二十分鐘之後 它就會直接幫你做好 然後做好之後 我們就從那個Locker拿出來 就可以直接喝囉 好喝 我們現在在有樂丁站 然後這一家自動販賣機的品牌啊 是專門目前在做化妝品相關的自動販賣機 所以呢我們今天行程 男女購物都有 那今天就是結完婚嘛 買完戒指 然後剛剛送完花之後 現在再來這邊買一個化妝品 不管你是要買唇蜜啦 還是要買唇膏 送給自己的老婆 或者是另外一半 多麼奢華 好 那我們現在在遊樂丁秘魯 那這邊的特色就是 就是有當地各種物產的showroom 那我們這次的主題呢 是西九州 好 好 我們終於來到今天奢華自動販賣機 形成的重頭戲啦 它是未來秉磚的自動販賣機 的Pippin 好 這邊的自動販賣機真的是驚為天人 我們就看下去吧 這邊的自動販賣機非常的厲害 因為一般自動販賣機 是你投多少錢 就多少錢的東西出來嘛 但是它這裡呢 竟然有著高級河牛 宮崎牛的扭蛋 然後呢 它扭一次是三千塊 你有三十分之一的機率 可以扭到相當於六千塊的 A5河牛的不同部位 哇 好緊張喔 我們現在就來買 宮崎牛的扭蛋 好 有沒有看到 購入 好 哦 究竟我們的是三千還是六千的公崎牛 我們剛剛抽出來的結果呢 沒有中大獎 但也沒關係 我們這個一樣呢 是A5的公崎牛的其中一個部位 對 看這個 油花 就知道一定是好吃的 A5牛 好啦 現在包裹來玩魚子醬的自動販賣機 那這個呢 就是投兩千 我們要選兩千塊的Gacha 那就有可能抽到十gram 就十gram就大概兩千塊左右 或是一百gram 那一百gram的它的價值 一萬八千五百塊 也就是三十分之一的機率 我們來試試看吧 好 我們來噴一個大罐的大罐的魚子醬 一萬八千五 魚子醬 的話應該是沒有 這個看起來有點輕 所以 這個是 十克 好啦 其實也只是運氣不好 但這些自動販賣機也只是價值連成 所以真的是奢華的享受 應該除了剛剛那個貴雷鑰匙的魚子醬 或是公崎牛也外 這邊也有蠻有特色的 就是韓國料理 那我們就來慢慢看這個 Qui Jijijimu 連熊本直送的馬肉生魚片都有 哇 看看這個雙醬的雪花 那我們最後一站人來到了 Asakaya 就是阿卓谷的高架橋底下 這邊的高架橋底下 這邊冷凍食品中 販賣機有各種不同的食品 不要說牛舌阿 鰻魚飯阿 或是一些飛機餐 或是義大利麵 餃子 拉麵等等都有 好啦 那我們就來慢慢看這個 Unaju 就是鰻魚的便當啦 你看這個三千塊阿 以販賣機來講 就真的是蠻奢華的 你可以買三十杯飲料 那我們現在來買餃子 那這家呢 宇都宮餃子館的健太餃子 其實是鮑伯 大概去年去宇都宮玩的時候 有吃過他們的那個餃子 還蠻喜歡的 竟然這邊就可以買到的 餃子 那我們買了一大堆 Lilycoco的高級食材 接下來要做什麼 接下來要回家煮今天最終的 奢華自動販賣機大餐 肚子真的超餓的啦 哇 我們奢華自動販賣機的豪華晚餐 終於完成了 而且阿 就是我們花了一大把時間 現在大概晚上十一點 我們終於可以吃到這個晚餐了 真的是受不了 肚子好餓 好 那我就先從最奢華的公頃 開始吃起來 三千元的 恭喜牛 等一下 我們現在沒有做效果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我們剛剛沒有想說要做效果 但是結果外面就真的很好吃 外面 那個 煤化反應 就是那個 脆脆的 然後那個 肉的味道都出來 然後 它肉是不是那種和牛紅很肥喔 是它的肉的口感有 但是呢 油花的比例我覺得也算蠻剛好的 然後牛肉的味道很鮮 然後很濃厚 非常好吃 接下來就換我啦 所以我來吃那個什麼 那是歐洲的名貴料理叫什麼 魚子醬 哇 這魚子醬 十公克 兩千塊日幣 這個 哇這個一定要 你先吃兩顆就好 哈哈哈哈 因為聽說魚子實際上蠻油的 哈哈 是不是太貴了 是不是太貴了 太貴了太貴了 喔 直接吃啊 其實有這種還不錯的感覺 它有點油油 但我覺得直接加在飯裡面 好像更好 有種就是海味十足的感覺 接下來試吃怎麼樣 想不到 市場販賣機 賣魚飯 哇這個三千塊賣魚飯啊 哇這個三千塊賣魚飯啊 這麼大片 這麼實在 哇 八半八半 哇 哇 瘦壞 這個三千 吃起來像六千 好不好 厲害了 OK 那我先來吃吃看 兩千塊日幣的紅酒燉牛肉 好這個 滿滿的肉 哇這個紅酒燉牛肉 這個肉 哇這個 哇這個大口下去 它這個肉 好軟好好吃 然後 有點那個酒的味道 好 真的不覺得是自動販賣器出來的呢 好 要來吃這個 來自韓國的 金氏 講得好 嗯 也滿好吃的 它的肉 豬肉不是很容易老嗎 嗯 但它的豬肉 完全不會咬不爛 然後 蠻有嚼勁的 調味 也滿不錯的 嗯 那我們來吃最後一道 就是這個 雞渣 宇都宮來的 宇都宮的健太餃子 讓鮑伯吃吃看 有沒有像宇都宮這時候吃到的風味一樣呢 喔 哇 這肉汁爆發出來 喔 它這個皮啊 不會很厚 然後那個肉的味道非常非常好吃 很鮮甜好吃 嗯 真的有宇都宮的味道喔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的奢華自動販賣機過一天的行程啦 哇 就雖然就是看起來這麼多喔 然後感覺都自動販賣機出來了 但其實呢 吃起來味道 絕對無數餐廳的料理喔 而且我們今天很多購物的體驗啊 我覺得也還滿有趣的 大家有機會的話可以試試看 有機會的話可以試試看 那其實我覺得不太需要嘗試 因為你飯店裡一定要有微波農才可以試啦 沒錯 嗯 好啦那我是包波 我是雯 那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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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